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 我的那些弟兄该放了吧 可总统那边说 不能放了 为什么 因为龚卫平为了保命 说是吴长官您让他逃跑的 他还说 还说什么 他说他发展那二十五个人 是吴长官您事先点过头的 他真是怎么亲口说的吗 我怎么敢在吴长官面前撒谎 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 还往里长身上喷粉 怎么早就该宰了他 这人知面难知心哪 吴长官如此重情重义 可龚卫平他却恩将仇报 怎么样啊 这个 招了吗 没有 先不管他 这个 上老虎的 是 慢 等一下 等等 我再也见过你 你找谁 龚未平 龚叔 你找我龚叔 对对对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他 他怎么了 他 他怎么了 你快告诉我呀 他没关进牢里呢 魏平 老实点 你给我老实点 好 魏平 你还好吧 我好得很 魏平 魏平啊 不管怎么说 你我曾经共过世吧 不算同志也算是老朋友吧 是啊 站在你的角度我是叛徒 可是换了我现在的角度我是英雄 这不正是横看成岭策成风吗 我入党比你早 职务也比你高 要说对党做的工作啊 那是一点都不比你少 可是我们这么多年辛苦奔波 出生若死 换来的又是什么呢 组织连遭破坏 人员非死即伤啊 剩下的就像老鼠一样躲在角落里 担惊受怕 想一想 这难道是一个正常人要过的生活吗 这难道就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吗 说得好啊 在说这番话之前 你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叛徒 但现在 你完整了 可我说的这是事实 事实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事实 你用出卖同志出卖组织来换取你的个人利益 来换取你这条不值钱的狗命 人也罢狗也罢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啊 我今天来就是想站在老朋友的角度 开导开导你拉你一把呀 拉我一把 这么说 你是有备而来 对 从你进来的那天起 我就一直为你担忧啊 虽然我现在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人总不能太自私了吧 并且 你我又是曾经的同志啊 总不能对你见死不救啊 好 来 卫萍啊 别难过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 你是一个最要强的人 但是你想一想啊 如果有一天你被无声无息的处决了 那你就这么死了 没有人会知道 更不会去隆重的纪念你 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你不过是一个小仇不商人的后代 死了也就死了 连胖我都不起一个 这就是命运的不公啊 不过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能够像我一样跟他们合作 不但马上可以从这里出去 而且啊 还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想当英雄 起码得有个用武之地吧 坐在这儿等死 谈何英雄啊 你能保证吗 我元宝有性命担保 要不然我的身家性命全都是你的了 好 好 我明白了 好啊 老弟 你总算觉悟了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要杀了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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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王八蛋 好嘞 好嘞 放开 放开我 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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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性 有学性 升陷淋雨还不忘 为他的组织清除叛徒 确实是块干特工的好材料啊 只是可惜了 这是他在除剑队干久了 养成了好勇斗狠的习惯 不 不 在他的身上 时刻都有一种 出人头地的愿望 可是我们周围的很多同志 却固不自封 不思进取 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报告 有什么事情吗 先生 小姐来了 倩儒 先生 那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吧 好 请他进来吧 是 大哥 小妹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为什么要抓他 怎么了 你不是亲口答应我 说要给古卫萍找一份好工作吗 这就是你给他找的好工作啊 来 小妹啊 来来来 坐下 大哥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的同学是共产党 不 不可能 你在撒谎 你在为自己辩解 小妹啊 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 不可能 肯定是你们搞错了 要不就是你在骗我呢 那可是杀头的事儿 大哥怎么能骗你呢 啊 小妹啊 小妹啊 你太单纯了 你并不了解人家 那就是 那就是他在骗我 他一直都在欺骗你的感情 你知道吗 他杀过多少人 我告诉你 他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白马王子 他是个上了共产党贼船的杀人犯 不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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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先生 快 快去看着他 是 小姐 小姐 小姐你真的怎么了小姐 小姐 只想得到小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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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听话好孩子好不好 有什么话跟王妈说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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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姐是一个众多钱回来的 去吧 大少爷 这小姐 她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一直待在自己的屋里 是啊 就一直在哭也不开门 王妈 你先忙你们去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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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你是不是很喜欢她 谁喜欢她呀 我恨她 恨死她了 小美啊 小美 大哥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你说她干什么不好 偏偏去腾一个共产党 那是会被杀头的呀 那你的意思呢 要不要杀她吧 我就是恨她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偏偏要去走一条危险的路 好 大哥明白你的意思了 大哥明白你的意思了 大哥 你说什么 你不会真要杀她头吧 你不会真要杀她头吧 这不正是你的意思吗 我 我没说 我没说要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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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不能杀她呀 你不能杀她呀 她年轻 她没脑子 她上当了 她肯定是受别人的蛊惑了 我没说了 小美啊 你老实告诉我 你们之间 到底到了什么地步呢 我 我就是喜欢她 仅仅是喜欢 你没骗大哥 没有 真的 那就好 我已经想过了 我已经想过了 龚卫平也并非是 食恶不赦 只要她能毁过自心 政府 还是要尽挽救之责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 只是不知道 龚卫平能不能理解 我这一片苦心 三弟 怎么样 打听到了吧 打听到了 龚卫平离开这以后 确实去了市党部 那齐探长说 他是八火车被抓住的 我 我这个消息啊 是千真万确的 既然如此 军法处 该把我那些兄弟放了 是 先生 时间快到了 我 军法处的杨处长来电话问 那二十五个人 究竟怎么处理 这事你还要问我吗 杜欣啊 委员长不是一再地告诫我们 对付共党分子 宁可错杀一千 也绝不放过一个 你说呢 属下明白 我让他们立刻处理 等等 你告诉钱灵昭 今晚的消息 我明天一早要见报 是 活的 Gates 得 啊 啊 那 啊 啊 我 呀 啊 啊 呦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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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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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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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